那接著這個例子呢 就更複雜了 因為這一塊跟這裡面 就是有碰到 這裡塊跟這邊有碰到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說 一次就直接降階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分 分成三種情況來降階 就是說 以西來說 我們可以說 它可以選到這一塊 那接著呢 這裡就刪掉 就剩這兩塊 這三塊就獨立了 或者選到這一塊 然後把這裡刪掉 這樣獨立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說 這兩塊都不選的情況 就變成這三塊 也是獨立的情況 就可以拆成這三個情況來做 那這個的 城堡多項是什麼呢 對,這是X 因為這紅色是B弦 這裡不是E加X 因為它B弦 所以就是X 那這裡是E加2S 這裡是E加6S加6S平 那這一塊呢 這裡是E加4S加2S平 那因為這個紅色就是B弦 所以只有X 那這裡是E加3X 那這一輪 這裡是E加4S加2S平 但這個 灰色就是可選可不選 所以這裡是E加X 那這邊是E加6S加6S平 於是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城堡多項是 就是這一個再加這一個 再加這一個 因為這三種情況的其中一種 所以這就是加法原理的 加法原理就是透過加的把它加起來 那這樣子 計數整理之後 我們就得到這個關係 所以真正的答案就變成什麼呢 就是6階 減掉13個5階 加上57個4階 減掉100個3階 加上66個2階 減掉12個1階 最後就等於48 所以這是複雜的情況的這個處理 其實城堡多項式就是一定要記住 它就是什麼 加法原理跟城堡原理 在混用而已 那剛好就利用多項式的係數 來表示這樣的關係 對 就是 就表面上它沒有用到 其實跟多項式沒什麼關係 沒什麼直接關聯啊 只是它運算上 有這個巧合 所以導致我們可以這樣來使用它